大伙还记得电影《诗姑》吗 里边的人物原型就是山东辽城的郭刚堂 2021年夏天 郭刚堂历经24年 终于找到了被拐走的孩子郭震 一年时间过去了 两边斑白的郭刚堂骑上扑多车再次出发 与原来出行挂满了寻亲海报不同 他的新旗子上印了寻子感恩万里行 郭刚堂表示整个行程计划是一到两个月 这次出发一方面是感谢那些 一路上帮助自己寻子的好心人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自己的寻子经验 来帮助更多的家庭寻亲 我孩子找到了 接着干那个事 谢谢一路相助 给这些家长寻亲也好寻家也好 给大家打打气鼓鼓劲 我是大成年吗 现在是疫情 天都要调整 我也是我们公安全劝老员 顺便宣传宣传交通什么 我们做了一个小程序 天涯寻亲 让大家去认知的 用那个小程序 让这种寻亲变成 很简单的一个双向 更多的人知道 怎么捷径的去帮你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车不一样 路也不一样 自己注意一下 觉得不管做什么 你只要是用心去做 都不会做太差 你永远 patches 我只要是用心去 我只是ая 我只要是一个 dzisiaj